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 各地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也与日俱增 数据显示近20年来 中国新增植被覆盖面积 约占全球新增总量的25% 居全球首位 中国正在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智慧 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有不少的外国环保企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而进博会为这些外企就提供了一个展示技术 发布产品的平台 助力中国经济发展更加绿色低碳 大肩包石灰石矿山位于四川独江雁市北部 距独江雁景区只有不到10公里 与人们对矿山原始裸露 满天尘土的传统印象不同 这里的矿区绿树成荫 直辈十分茂密 这个矿山由于海拔比较高 我们在开采的时候采取台阶式开采 每开采一定的高度就要留一个安全平台 留一个台阶 那么从01年到现在 已经留出了17个台阶 在每一个台阶留出来之后 我们都要先把土浮上去 然后对土进行改良 然后在这个土上再进行植被浮率 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 大肩包矿山的浮率面积已超过70万平方米 在2014年被评为国家级绿色矿山单位 而近期公司位于法国的实验室又研究出一项植被混凝土技术 能够使土壤附着在台阶垂直的岩壁上 从而进一步提高绿化效果 这项新技术将在第二届进博会上进行全球首发 我们公司会展示在和持续发展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 我们将会与合作伙伴一起为中国打造新时代的绿水青山 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未来 除了大型环保解决方案 在本届进博会上 很多公司也将带来最前沿的环保设备 为中国的绿色发展开拓道路 我生前这台4米多长的机器呢 就是一个小型的再生纸设备 与其他制纸设备不同的呢 它所使用的原料都是这样 已经使用过的废旧纸张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制作流程 它们就可以100%转化为白色的再生纸 我们这个设备呢操作比较简单 在操作的时候呢 就是只要是把白纸呢 放到这个纸槽当中 这样呢 然后在面板上呢 按一下开始键 机器呢就可以自动生成白纸 我们这个设备呢 技术来源于日本 它有世界首创的脱墨技术 通过这个脱墨技术呢 我们这个机器呢 可以把纸上的碳粉呢 剥离下来 剥离下来以后呢 就形成了一些固体残章 这台来自日本的设备 首次实现了再生纸张的 无线循环利用 在去年第一届进博会首发时 就引来很多观众驻足 因此 在即将到来的第二届进博会上 公司也决定 扩大展台面积 加大宣传力度 为产品在中国的进一步销售推广 做好准备 在环保理念 在环保理念日渐深入人心的当下 第二届进博会的环保相关产品 无疑将吸引更多目光 而未来 这些最前沿的产品 也有望通过进博会 进入寻常百姓家 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央视记者 四传都江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